如来神掌 是由宋代高僧如来天尊 于万佛洞中苦思七载 自创而来的绝世神功 武林中人虎视眈眈一拥而入 导致天尊被绕走火入魔 临终前天尊将如来神掌 与火云战衣传授给徒弟古汉魂 说完天尊离世 古汉魂伤心不已 为了给师父报仇 他自称火云邪神 在武林中大开杀戒 为了平息武林纷争 四大高手决定群殴火云邪神 他们分别是 五顶飞环孙碧玲 九索飞玲柳飘飘 三角掌霹雳神魔 以及天参角万剑天君 天山一战 火云邪神竟消失在江湖上 二十年后 男主龙剑飞出场 他本是烟霞山庄的弟子 长得一表人才 自小与小师妹青梅竹马 情投一合 因意外 为了救小师妹 龙剑飞脸上留下一道极丑的疤痕 之后便不再被师父赏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师父为了提高门派势力 竟要将师妹 嫁给三角掌传人 欧阳豪 龙剑飞心生不满 在订婚仪式上 私自找欧阳豪理论 没想欧阳豪使出三角掌 龙剑飞因既不如人 被打落至山崖 幸好被一只会飞的怪兽给救 龙剑飞因此大难不死 山洞里还住着一个瞎子 此人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火云邪神 原来火云邪神 得了师尊真传如来神掌 天残角为了夺宝 放出假消息 火云邪神即将血洗武林 柳飘飘等三大高手 误以为火云邪神是恶人 来天山决一死战 火云邪神被三角掌和天残角暗算 身受重伤 双眼失明 掉落山崖 这时 柳飘飘才明白真相 于是好心将火云邪神救下 伤好之后 两人产生了感情 结为夫妻 还生下女儿 成为三口之家 然而好景不长 天残角 将他们的女儿掳走 得知柳飘飘的真实身份 火云邪神误以为他要陷害自己 一气之下 将柳飘飘赶走 从此 火云邪神便独自留在山洞生活了十多年 身为男主的龙剑飘 是个炼武奇才 火云邪神要收他为徒 并传授武林绝学如来神掌 为了报答施恩 龙剑飘决定去找金龙之子 治火云邪神的眼疾 传说 紫龙洞有一条紫龙 每隔九十九年吐珠一次 吐出的珠子便是金龙之子 能解百毒 此宝 引得江湖人纷纷争夺 星级之人前去抢夺 不料竟被炸得无影无踪 其余人不敢再上前 可龙剑飘为了给师父治病 不顾火花四剑 趁乱夺得了金龙之子与金龙夺 事成之后 龙剑飘来到河边清洗 不料脸上的伤疤 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 又恢复了仪表堂堂的模样 在回山崖的路上 龙剑飘偶遇神出鬼没的东岛长狸 话说东岛长狸 是一个传奇般的影视高人 他武功奇高 一正一邪 硬是要收龙剑飘为徒 可被龙剑飘拒绝 东岛长狸便出手教训 几招过后 东岛长狸发现了龙剑飘的招数 竟是故人火云邪神的武艺 于是便同意放龙剑飘离开 就这样 龙剑飘顺利将金龙之子 交给火云邪神 伤好之后 火云邪神传授龙剑飘 八世如来神长 得此神功 龙剑飘情绪苦练 不过几个月就已经是炉火纯青 火云邪神 收龙剑飘为义子 还将天尊传授自己的火云战袍 转送给龙剑飘 很快 火云邪神重现江湖的消息传开了 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万剑门的天残角又惊又恐 鹰狠毒辣的他招来三角掌 商量一起联手击杀火云邪神 不料却被三角掌拒绝 原来当年他因误会 对火云邪神大打出手 如今他只想化干戈为雨薄 被拒后 天残角怒不可遏 与三角掌打了起来 单论无意而言 两人不相上下 不料衣冠禽兽 欧阳豪出手暗算 居然对自己的恩师三角掌 痛下杀手 原来欧阳豪为了利益 早就投靠了天残角 与此同时 吴顶飞还孙比林的两个徒弟 玉华和玉娟 为了帮师父治好脸上的伤 历经千辛万苦 当日在子龙洞奉命抢夺金龙之子 可惜被龙剑飞抢先一步 这次两人又去寻找万钻珠兰 洞中机关重重 两人不慎被左山四块的鹰波宫给困 龙剑飞正巧路过 便出手相助 姐妹俩因此得救 在龙剑飞的帮助下 顺利拿到万钻珠兰 事后 两人邀请龙剑飞 一起互保回门派 不料骑士孙比林 看见龙剑飞身上的火云战袍 得知他是火云邪神的义子后 当场翻了脸 立马出动机关将龙剑飞灌了起来 原来当年天山一战 孙比林被如来神掌烧伤毁了戎 玉华和玉娟却不能见死不救 因为龙剑飞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两人相约分头行事 玉华帮孙比林医治脸伤时 玉娟则偷偷潜入密室放出龙剑飞 然而密室机关重重 玉娟不小心触碰了机关 孙比林察觉出响声冲过来阻止 危急时刻玉娟使用金蝉脱鞘之计 穿上火云战袍吸引孙比林 两人你追我敢 没想玉娟被孙比林打落至山崖 生死不明 逃出来的龙剑飞和玉华 下山去寻找玉娟 路上两人遇到了东岛长里 三人好一番寻找 可还是没有找到玉娟 东岛长里提议去附近的烟霞山庄 多喊些人手来找 听到这里龙剑飞陷入沉思 一年前他被打落至山崖 如今师妹过得好不好 欧阳豪是否真心待他 就这样龙剑飞再度回到烟霞山庄 这天烟霞山庄热闹非凡 原来是师妹与欧阳豪之子的满月宴 头戴斗笠的龙剑飞出现在人群中 当他自爆身份邪神门徒时 欧阳豪让手下一拥而上 竟被龙剑飞的掌力惊出树杖 欧阳豪指得亲自出手 然而就连他的三角掌也不是对手 师妹立马持剑攻击 龙剑飞只得闪躲 混乱之中打落龙剑飞的斗笠 师妹立马停手 龙剑飞说出当年落崖的奇遇 被火云邪神所救 此时欧阳豪已被东岛常理所情 得知几人的来意是为了寻找玉娟 欧阳豪谎称知道其下落 东岛常理将欧阳豪交给龙剑飞与玉华 让三人去寻找玉娟 不料途中欧阳豪利用龟西宫装晕 龙剑飞为他去打水 欧阳豪却趁机开溜 龙剑飞和玉华在后面追赶 两人再次来到烟霞山庄 不料四处已是尸横遍业 就连尸妹也倒下来 龙剑飞急忙抱起孩子 这时八大门派赶来 他们误以为凶手是龙剑飞 还有墙上的自己为证 龙剑飞百口莫辩 想来是有人栽赃陷害 说完八大门派就要一拥而上 危急时刻 火云邪神与玉娟赶来 原来那日玉娟跌落山崖 也被火云邪神的坐骑所救 因火云战役 玉娟拜火云邪神为师 还学会了四世如来生长 这时火云邪神 因看透江湖恩怨 不愿再次掀起兴奉血雨 于是耐心向八大门派 解释了当年的误会 缘缘相报何时了 火云邪神劝孙碧玲等人 放下当年仇恨 紧接着霸气使出绝招 万佛朝宗 镇住了八大门派 就这样众人化干戈为玉博 当夜 孙碧玲却惨遭暗算身亡 凶器是一把霹雳迎疏 此物只出现于天香教 与万剑门 师父被害 玉娃与玉娟伤心欲绝 为了找出真凶 几人分两路调查 万剑飞与玉娃找到天香教 竟然发现教主是 失踪多年的柳飘飘 得知孙碧玲遇害 原来她曾与孙碧玲一劫金兰 面在姐妹之情 她是不会对孙碧玲下手的 那么是谁在盗用她的暗器呢 这时 柳飘飘说出一段往事 当年 她被火云邪神赶揍 天残角趁机追杀 为了保命 柳飘飘用霹雳迎疏反击 估计就是那时 天残角得到了霹雳迎疏 另一边 火云邪神与玉娟来到万剑门 面对质问 天残角毫不掩饰地承认了杀人陷害 可她早就布下天罗地网 只为引出火云邪神 两人在万剑门展开了大决战 然而天残角始终不敌如来神掌 不料 天残角拿小龙女来当挡箭牌 这里解释一下 小龙女是火云邪神的女儿 火云邪神看到小龙女胸前的铃铛 心智大乱施了神 天残角趁机下狠手 一剑刺向火云邪神的心窝 自知火不成的火云邪神 将九世如来神掌印在炉顶上 不料被藏身暗处的欧阳豪看到 为了取得神功 她再次叛变 带上两个炉顶就跑 小龙女看到这一幕 不知情的她 还在为天残角卖命 追击叛徒欧阳豪 途中 欧阳豪为了让小龙女停手 说出天残角的阴谋 以及小龙女的真实身份 可欧阳豪还是被小龙女的暗器击中 领了盒饭 这也算是罪有应得 得到炉顶的小龙女在路上 遇到了龙剑飞等人 刘飘飘看到小龙女胸前的铃铛 她一眼就认出 小龙女是自己的女儿 紧接着在东道长离的解释下 母女相认 殊不知天残角 阴狠毒辣 她收留小龙女 并非真心待她 原来她从小就给小龙女下蛊毒 以蛊声来控制小龙女 刘飘飘为了救女儿 不惜以全部内力将蛊毒逼出 而她自己则身受内伤 临终前 她只想再见火云邪神一面 此刻 火云邪神因之前被欧阳豪暗算 渐渐体力不支 不再是天残角的对手 天君一发之际 龙剑飞等人赶来相救 此时火云邪神已是奄奄一息 走在后面的东道长离 发现屋顶传来异样 及时推开中人 可她自己却被天残角击中 龙剑飞与玉娟同时出场 才将东岛长离拖了出来 回到破庙后 小龙女与火云邪神妇女相认 然而此刻柳飘飘 却因救小龙女永远的离开了 这时天残角追了过来 使出绝招天残神功 看到这里不得不说 天残角确实是武林矿石奇才 只可惜星属不正 众人连手都无可奈何 突然火云邪神灵机一动 让小龙女用金龙夺 去刺天残角的伤口 话说金龙夺坚硬无比 此招导致天残角后劲不足 惊慌失措下 天残角从高处跌落 一鸣呜呼呼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如来神掌上映于1982年 少事出品 必数佳品 如来神掌 惊天地气鬼神 不愧是武林绝领神功 原来功夫的梗出自这里 不得不说 这是武侠电视剧的经典鼻祖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